为了不影响学生攻读的机会 在疫情影响之下 圆明会仍然严谨办理110年原住民族青年暑期攻读 不过今年教育训练是以视讯上课方式进行 今年圆明会还增加了文件站攻读职缺 希望创造机会让原住民学生进入部落跟长辈接触 他们回到部落的文化健康站 认识自己的部落 然后跟长辈有互动 还可以照顾我们的长辈 希望我们的攻读的同学 可以利用这两个月好好地跟长辈们 把你的母语好好地学起来 透过教育训练 圆明会主委一将把若儿向学生分享自己求学时的攻读经验 勉励学生透过暑期攻读回到部落服务 增加自己跟部落的连结 同时减轻经济压力 透过与长辈的一些互动 长辈的分享 还有他们的人生经历 让我慢慢找回自己身为原住民的认同感 我原本的打工可能薪资没有这么多 但是如果参加这个计划的话 就是薪资以原本的工读还要薪水还要高 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可以听到俗语啊 或者是讲一些部落很好笑的事情 透过教育训练 希望让工读学生了解原住民族的政策历程与未来展望 跟邀请律师告诉学生在求职就职过程 如何保护自己并捍卫自身权利 游戏新闻 咱们都是许家荣新北新庄采访报道 咱们都是许家荣新北新庄